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Donet中文社区的全新栏目 Donet Talks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董斌 我是董斌 我是阿富隆家中文社区的主理人 微软的MVP 然后Donet Talks是一个专注于Donet技术的系列活动 我们将邀请来自Donet开发领域的各位专家 和我们一起来介绍即将到来的Donet 9的全新特性 未来的Donet的发展趋势 以及Donet的开发经验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也可以关注微软的公众号 MSReactor M-S-R-E-A-C-T-O-R 关注这个公众号 今天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第四位讲师 姚顺维老师为大家介绍 Donet 9当中有关Native VOT相关的突破 那姚顺维老师一直是活跃在各个开发者社区的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是华为云的云小专家Donet Conf的讲师 然后盛派开发者社区的主创人员等等 那么有非常非常多的抬头 就是有请姚老师自己来介绍吧 好的 好的 谢谢董老师 也非常感谢这个Donet刚Config China 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去做这次分享 然后正如董老师刚才所说 我们Donet 9今年分享了 包括了更新了很多的这样的新的特性 那其中呢 AOT也是我们就是开发者们非常需要 包括我们做一些嵌入事项目 包括做一些这个咱们的跨平台的项目 也是非常需要的一个特征 那刚才董老师已经读过我一些title 我就不说特别的 那我其实更多的呢 在致力于一些把我学到的新技术和新文化 就分享给大家 并且呢 我目前呢 也是致力于在新创国产化项目中 去做一些新的实践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哈 就是这次做会的邀请 然后如果这次我的分享哪里 说的有一些问题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随时指正 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哈 然后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前言哈 因为直接说AOT 大家可能知道一直在研究的小伙伴 可能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但是咱们如果对于电程来讲 咱们只是日常的这样的一个 咱们马农的状态 可能这些技术术语 可能大家有一些淡忘了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说实在的 那从这个AOT来讲 这个名词我们要从什么来说呢 就是要从编译原理来说起 对吧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 咱当时去学软件开发 或者咱们来去学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要说这个就是编译原理 其实就是在讲咱们的编译器 对吧 那编译器呢 咱们当时就区分 我们有这种高级语言的编译器 有所谓的这种低级语言 就是说汇缘语言 或者机器语言 一些编译器 那编译器是什么呢 就是说通常我们来说是编写某种程序语言的源代码 反而成程序语言 也是目标语言的等价的一个程序 那这里头呢 我们常见的两种编译模式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咱们说的即时编译啊 就是这里咱们的GIT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AOT 这里我们叫提前编译 Hand of Time 对 那它两种编译模式呢 各个各自的代表 其中呢 即时编译我们可以理解成英语中的同中串语 它的点击代表就是咱们的JS Python 这些脚本一样 另外呢 这里我重点写了一个Cchop 这样咱们现在Cchop 很多时候还是用的JIT 一会儿来咱们来深入来看 那它讲的是什么一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提供原代码和程序输入 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对吧 我们在将原代码逐条转换成目标代码 同时逐条运行的过程 就是这个通过解析器来做这个过程 那执行解析过程的程序 我们就叫做解析器 那结果输出就例如 比如说我们的JS 在咱们的AVML代码里头 就是产生结果 或者我们Python脚本 产生相关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说的即时编译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叫提前编译 那提前编译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在程序的执行之前 对吧 我们运行程序之前 首先要将它译成机器码 它才能够正常的运行 那我们之前咱们入门的时候 可能是学的C和C++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说这个是需要提前编译的 所以我们在说这个编译的时候 就是说将原代码一次性转换成目标代码过程 这里类似我们的全翻译 就是我们从英语直接变成咱们的中文 直接让机器可以运行 对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在原代码咱们写C和C++的时候 需要在编译器编译之后 形成目标代码 其实就是机器码 或者我们就汇编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程序的执行 同时呢 比如说我们在console控制台里做一些交互 input 最后得到output 所以这个是说咱们说的提前编译 所以大家先知道这些名词 然后我们再继续 好 那GIT这个和AOT是什么咱说了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就这里给大家放了一张图 其实他都是这个五边性战士 其实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咱说AOT 对吧 那我们就说咱们今天数年讲的 那提前编译是什么呢 就是说提前先制 先生成这二进制代码 所以它呢 启动的速度较快 运行的速度较快 执行的性能能力较好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缺乏动态流化 因为它都是提前编译好的嘛 那第二个 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程序运行过程中 占用比较低的 对吧 这个说这维度比较高 对吧 AOT 那占用比较低的内存 我们说这块 包括打包的时候 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AOT来讲 它的性能上 包括我们的稳定性上 是非常强的 那GIT的时候 咱知道哈 我们在启动这个 我们的Python也好 GIS的时候 它稍微会慢一些 然后呢 但是它有特色 就是它可以动态的优化 也可以自适用 对吧 咱们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 是可以进行自适用优化的 那这个 它的缺点是什么 咱打开一个 比如浏览器 或者Python的时候 咱可以通过控制台 管理器 看到它的内存 还是占用比较高的 对吧 就动不动就几百兆 然后呢 这两个的主要区别 其实就是一句话 它是不是在运行时进行编译 对吧 那谁是在运行时 就GIT 对吧 咱今天主要分享 AOT是什么提前的 好吧 好 这就是说简单的一个编译 然后咱们再说 刚才咱说了 C-Sharp可也是传统的GIT 为什么呢 咱们来 文卓日新了 复习一下之前 咱们学这个 DowNite的Forework也好 还是现在DowNite的Core也好 咱们都是在怎么做 咱们最后的结果 咱们都知道 对吧 生成一个DRL 某某DRL 对吧 咱们最后执行DowNite DRL OK 跑起来了 所以它是干什么呢 那它在编译生成时 其实就是把这个中间语言的代码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IR IR的这个代码 它的DRL文件 对吧 我们生成它的DowNite的程序集 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就是这是DowNite的原代码 对吧 第一步 那我们通过C-sharp编译期 变成它DRL的程序集 也就是我们叫IRL time 中间语言代码 那在程序的运行中 对吧 在Runtime 咱们DowNite有一个运行时 对吧 如果大家看DowNite的Fore的话 我们编写代码的时候 咱们可以装RTK 那我们如果只运行代码的话 我们只需要装Runtime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有一个Runtime运行时 那实际上在Runtime的时候 我们的GIT它的编译期 就发挥作用了 对吧 我们就把DL文件去转移成Negative code 对吧 就我们所谓的 就是公共的咱们说 在机器码 对吧 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汇编 就是这样一样的一个二进制代码 所以我们看到 执行DowNite的运行时后 实际上是通过运行时 来加载DL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它所谓叫子系统 然后这个子系统呢 我们其实就叫GIT编译期 那负责将我们的IR代码编译 改成CPU能执行的机械 所以这是原始的 传统的DowNite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人比较喜欢看历史 这是来自维基百科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C-Shop 你看 大家看 这个可能字 如果有点小的话 大家后来会在会后 就是咱们分享之后 会有这个资料 那我直接就给大家 主要的去读一读 还分享一下 那它实际上是什么 不能在C-Shop 咱们知道是不能是 在这个计算机上直接运行的 二进制本级代码 对吧 它需要编译成中间代码 就刚才咱说的IR 然后呢 就生成了DRL文件 再通过 比如说传统的话 咱们是DowNite4Mark的虚拟机 对吧 然后再通过 通用栏库 才能执行 那在程序运行的时候 我们会将这个中间代码 翻译成二进制代码 最后呢 使得这个程序的运行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在第一次启动时 稍微会慢一些 对吧 大家可能之前听过一些词 包括咱们张队 上游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有一些预热的过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预热 对吧 大家其实在这里也就清楚了 实现上面 咱们要注意 这个其实是核心了 那么C-Shop实际上 它是有两个编译器的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第一个编译器 就是我们如何翻译成IR代码 第二个编译器 是它实际上是一个GIT 就刚才咱们说的系统 所以通过这两个过程 来实现的这种 我们从C-Shop 包括动态的DL 带到咱们的这个机器 这个过程 那在DowNet 5 大家注意这一点 DowNet 5 有一个新的编译器 取代了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来讲 我们的编译器 首先是太原的 对吧 无论是喜欢是哪一个环节 其实大家都可以深入的去了解 那什么是DowNet 9T 实际上在这个DowNet 5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在尝试 再去做这个实验性的功能了 那这下周两篇文章 实际上是张队 张队的写的 那在上一个版本 就是我们的DowNet 8 这是一个长期知识版本的时候 那已经在这个 很多场景 大家都可以用AOT 那再换句话说 我们AOT就是说什么呢 将CX和原代码 对吧 通过一个步骤 来编译成咱们的本机代码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可执行的二进制的机器码 所以我们看到 它为什么能加快一些速度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怎么着 原代码去编译 对吧 原来有的是一个DL这个过程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步骤 对吧 直接通过我们的AOT 直接就编译成了 在运行时可执行的 本机代码 也就是我们的机器 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它实际上是通过 这个CX代码 转换成中间语言 然后转换成那个配代码 也就是说原来 原先咱们知道GIT的时候 是从我们的运行时 才会转换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所谓提前编译 那我们在CX代码 转换成这是DRR的时候 我们就一样给它转换成了 我们可运行的二星之代码 好 其实说这么多 咱们通过这个图 就直接就能横向 就能看看怎么做的 对吧 这样编译器有两个 对吧 我们说这个CX-UP 第一次编译 就咱传统来讲 这是原始的 对吧 GIT的方式 第一次我们变成了DRR 对吧 那第二次呢 我们再通过第二个编译器 对吧 这个实际上我这是备注的一个 对吧 这是它第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生成我们不同品牌 跨品牌的 这样的可执行的文件 那我们这是GIT的传统的 那我们的AOT呢 它把这个过程怎么样 打成一步 对吧 都叫我们叫AOT 直接从CX代码怎么样 就转换成可执行的 我们说的这种 可执行的这个二级对的机器 这就叫提前编译 对吧 连编译 好 那我们对吧 就是光脱不链啊 嘴巴是 我们看一下 真正的一个应用 如何去打成这个AOT的 这个有一个YVPI的 YVPI的一个应用 我这边就是提前做好了 编译好了 然后这个应用呢 我原先刚才说到 其实Donei8已经发布了AOT 对吧 那么我们再转换成 Donei9的时候 要改哪些呢 其实它发布AOT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在这里头写一句 Publish AOT为处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时候 刚才说到的是跨平台变译 对吧 有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里头我先做了一个 Donei8的 然后这里头 因为有些镜像的下载 我这个就跳过了 其实就是这一句话就可以 大家熟悉这个Donei9的朋友们 然后我就直接去Donei9 对吧 可不可以看一下 就直接就跑这个 Donei9 然后看一下 这就已经跑起来了 然后这里头我做了两个接口 两个接口 第一个接口是获取所有Donei9的 现在的这种版本 这就是我们在Donei9上看到的 就是主流支持的这个版本 第二个接口就是健康检测 这个很简单 咱们都知道 就这样一个健康检测接口 这个接口 其实我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让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选码这块 这里头我是先要获取一个 正发行的这样的Jason 那这个Jason从哪来呢 就从这个Donei9的官网的一个接口上来 找我 这是从这个地址来获取他的Jason文件 然后呢 我们要将这个Jason文件怎么样去 变成咱们的这个Jason的这个转译 对吧 就是我们要给他去变成咱们的这个可阅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 这已经执行好了 你看 比如这是我们今天获取这个编译的一个report 今天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 现在这个Donei9 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发布预览了 对吧 张队之前文章非常多 RCE 9月10号 教授节那天 那现在主流的版本 对吧 就是长期知识版本 是Donei8 那实际上他发布的时间也有了 那大家可以看他结束时间是什么 26年 对吧 这个是一个长期知识版本 那大家知道这个基数是吧 基数这个一般来讲时间支持会少 少一些 对吧 不是长期之 所以大家看Donei7 其实已经结束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支持的成分周期了 对吧 对这一指数的 这就是说对他的那个JSON文件咱们做一个解析 Donei6 可能现在是大家比较常用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间其实挺关键的 为什么是11月12号呢 对吧 他还有47天 对吧 所以这个时间 大家看一下 这后边会有一小彩蛋 然后这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应用 也是AOT的应用来获取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大家说了那你不是介绍Donei9吗 那好 那咱们其实要把它改成Donei9 这也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Donei8给注释掉 然后把Donei9打开 在Donei5里头呢 我在这里头也是安利大家一个就是微软的镜像颜安 对吧 大家可以没事去看一看 我正好先赶上这个 然后咱们看一看这镜像颜 这有两点 对吧 就是 这个Donei8的注释掉 好 那我们再给它打包 便宜一下 先生成这样快一点 指定都一样 对吧 就是说升级从Donei8到9的过程 其实就很简单 然后这里也是我们去在这里头 做一个镜像的发布 这里到底成不成功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期待一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以为大家安利一下 这是Donei8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镜像颜 对吧 大家知道这Donei5 在这里呢 我主要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找一些这个微软的镜像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头去找 就是在Restore这里头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产生 这出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所有的Donei8的镜像啊 包括它的这个日常的编译版本啊 包括它在Azure上的版本 我们都可以获取到 甚至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有一些咱们这个 呃 天主室设备啊 是Arm的 对吧 啊 包括我们在一些特殊环境上啊 我们可能没法连互联网 那么我们会去下镜像啊 这其实微软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啊 这里头大家看啊 确实刚才我网的事 大家可以看 它所有的 包括前两天几位老师分享的 对吧 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它在这里都是有镜像栏的 所以大家可以免费的从这里去获取 这个就让它跑着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个结果啊 我会发现哈 哎 它这个编译有问题啊 哎 后来大家会说 哎呀老师 你不说就很简单吗 怎么成这样子了 大家知道容器哈 基本上都是Linic Confident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最新的这里头 我们有一些这个基础运行时的一个问题 对吧 比如我们在这里有一些GTT的变异器 对吧 我们可能在这个镜像栏里跟这个相关的这个 L的坑啊 坑头的就是它的变异器有一些小的问题 它在适配 这些它它在跑 一会儿咱看一看啊 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版本行啊 那我做完事啊 可能还没跑成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的这个过程是什么 首先我们知道 在 Negative AOT的Publish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CX Project里头 就只需要加这么一句话 对吧 就可以进行AOT的发布 如果我们用VS后的啊 就这样去加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们用VS呢 可能它有更多的咱们的可以配置的东西 那比如说NOT咱们知道有一个检查 对吧 这是我们最喜乐乐见的一个功能 压缩它的这个提计代码 包括我们可以排除一些我们不用的这个UZ 对吧 包括我们的Mogit 它也可以去很很大的去压缩我们的代码 然后这里头我们还有一个 Run to run 对吧 这个是一个提前编译 咱们可以把VS打开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发布成单元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DONite它的这样的一个进化演进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 不再是笨重的啊 很多的代码 包括DLL文件碎片的话 我们可以完整的就打包成一个提前编译 提前去就是优化的一个代码 那它的优势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哈 因为字表的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这个文件哈 就是说它这个分享是有的 我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些性能上的这个优化点哈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DONite的AOT Nexing AOT和ASP.NET Core 就是我们现在外部上面 它有哪些这个长足的涨进呢 首先其实这张的这个结果嘛 它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发布 首先我们说剪裁啊 我们说这个裁剪啊 裁剪我们的这个这个应用 它的这些代码 未使用的代码 它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的词版占用 对吧 我们还可以哎就是说打包成单个文件 也可以把一些碎片化DL打包成一起 然后呢我们也缩短了我们的运行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就是说我解读一下这个它的对比怎么来的 首先这大小咱们可以看 如果是传统的 这trim只是打包就说一半多一点 然后如果是简单的对吧 就是这是传统啊 这是GIT对吧 咱们说这是GIT的话 我们rentime是最大的对吧 那用了我们的AOT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甚至比简单的这种裁剪 我们对吧 还能缩小将近三分之一对吧 就是缩小到三分之一对吧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用容大小 大大的缩小 那这个对我们的刚才说到了 我们的IoT对吧 切入式的设备 包括有一些我们的磁盘比较小的一些空间 包括我们的SaaS 无服务器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这个去用 第二一个就是占用内存的一个变化 我们传统的GIT的大家咱说了啊 动不动就几百几百兆啊 甚至上G这都有可能对吧 如果我们的BG会时候没做特别的优化的话 在裁剪我们看减少一些 那我们用AOT啊就一半多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启动时间啊 这里头刚才咱们说了GIT 那我们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它是要经过编译器 对吧 再优化成记忆器代码 那如果我们是用AOT的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大缩减的 那好 那除了这个优化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 减少性上的一个问题啊 包括其实大家可以看刚才我在编译的时候 今天成功了啊 好像有没有 我看今天也是那个问题 对吧 看还是这个GCC这个事啊 一会咱们去分享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 它在这里头还有一些不支持的点 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现在MAC啊 为什么刚才很多人还可能会问我哈 为什么你不举个MAC例子 非得举个minimum API啊 因为现在MAC可能支持 线上本还稍微差一点 那还有一个 对吧 包括我们Blazer 就说那你举个这例子 那他也有点小问题啊 所以这里我大必要注意 然后Single IR 这个它是部分支持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做API 我们是不是行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也都是基本上是千万般分离的嘛 所以这里头大家可以看 那对应的 刚才我们有一个健康检测 对吧 这里也是给大家验证一下 然后这里头 这高级特性啊 就这两个目前暂时写 就是说支持上有些问题 那刚才他说了一个优势啊 这又是文字啊 但是我还是说改重点的 这也是说是张队哈 前两天发布的一篇文章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 刚才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去讨mini API的时候 他有一些情况 首先就是我们没有 再没有这个GIT的这个编译开销了 对吧 我们刚才执行 刚才包括我们序列化 就是我们发布版本的这个界面 对吧 这个Jason他的解析也是相当快的 那他的这个给用户的流畅度 也是有大大的提升的 第二个就是部署上的简化 刚才我们也说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打包成一个单 对吧 单独的一个文件 我们就可以去一方面减少4天 第二个就是他的体积减少 然后这里头我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项目里呢 我也写了一些不同的对吧 跨平台的支持 这是一会咱们会说的了 这是刚才咱们讲的 就是如何去讲话部署呢 他核心的技术就是通过修剪的这个技术 Trem这个技术 让这个AOT对吧 他能够让应用程序的大小去极大的减少 同时他的内存运行的内存也是非常低的 但是呢 有一些老旧的移动设备 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工厂 对吧 或者我们一些这种切入室设备 就是我们的IoT设备 那他在一些自然受限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大小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比一些其他的基础站开发应用 对吧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第二这是第三一点 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 其实他对这个 因为他是在这个编译的时候 就我们从CXM就可以直接编译到这个机器里 所以他对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他的破解的难度 对吧 就是我们当时有些工具是可以反编译我们的应用的 对吧 可能之前也都用过 那么对逆向工程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基本的 这是咱们说知识产权的上的保护 然后你看这个优点就这一小片 这个缺点目前稍微有点多 在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 就是在这里我指出来了 就是有一些在Linux上的一些标准的C的库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GCC 这些问题 包括我们之前可能大家知道 还有一个ICU 对吧 也是东台联系库 在这个R24上面经常报问题 在这里就是说在跨屏台编译 有一些现在可能还在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这个这里头微软这里就特别提到了 跨屏台编译的这个解决方案 第二一个就是有一些老师 他分享一些笔记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如何去解决的 以及是我们在容器中解决 还是说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去解决 然后张队在这里头也分享了 如何去就说这个缺点是哪些 然后这个第二个是让我是稍微改一下的 刚才对那个罗友也不是纠缝 这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他的航族的进步 就是说这块之前的话 是基本上是不可以跨出来的 就是圆距吧 大家可以想 那现在来讲 我们可以说是有限的支持 对吧 所以刚才我们看 张带8包括阿姆周四 我们现在是完全可以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 然后第三个这也是我想重点说的 重点说就是反射这一块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反射其实是一个 这个怎么说呢 就说依赖于动态代表生成的 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的这个GIT的这个部分 对吧 包括运行时的类型 他在运行时才会对这个类型进行发现 所以这个和我们AOT 他在这个提前变异和静态属性的这个特性上 他是有一些小矛盾的 例如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定义一个类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代码运行过程中 去找到他这个类 他有什么属性 包括我们可以通过反射去打印他的 就是比较简单了 我这个例子 那大家可以看 如果我们正常来讲 通过这个传统的方式来去变异 我们得到的是正常的结果 但是呢 可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AOT 对吧 就是我们打成这个代码 现在呢 如果我们在在这个方 对吧 在运行时 我们输入一个动态的 就是说这个类型 我们不是指明了 对吧 这个是我们指明了 通过这个类 那我们在动态的时候去打印 那他会报错 报什么错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 不能为空 要属性不能为空 实际上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变异器是不知道咱们在哪里用 就是那个类他并没有就是生成 对吧 那我们并不知道为这个类他去去解析任何的代码 他核心原因是他的这个依赖图的这个这个构建 是在什么时候构建 是在编译的静态期间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任何没有法静态分析的东西 我们是不会编译的 对吧 对对这个是我们说现在这个一个痛感之一 那这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用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这块需要稍微的改用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张队一些文章 他这里头也讲到如何去解决 那刚才也说了 就是这又获得了依赖的吧 依赖图依赖库 这又是依赖库 那有的动态连接库 大家知道就是咱们一旦用NUGIT 对吧 他都会有一些版本上的约束 那在这个库里头 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库都和LOT都是兼容的 例如我之前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引用了比如说传统的一些这个库 比如说那个Jason的处理 我们用对吧 我们用那个咱们原来的那个Jason处理 并没有用这个微软带的那个System的Jason 那他在费猛或者说在我们的LOT发布的时候 他会报一定的错误 当然现在也在逐步的改善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构建时间 为什么刚才我们让大家等啊 就是说确实他在编译构建了 包括我们发布的时候 他是有一些这个慢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多东西需要提前编译嘛 所以这就是LOT的一个编译上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在当代酒 他们也是在逐步的去解决去优化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啊 就是说虽然我们CXR不是这个高级语言 或者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去用 但是呢他目的目标也需要是转换成我们的机器码和这个会员员的 所以我们如果用LOT的话 他要依赖我们的CXR的研发工具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VS的安装的过程中要勾选上这个研发工具 那他会沾用咱们的研发机器的这个四方空间 这也是大家要提前准备的一些内容啊 张队在这里这篇文章里也说他有一些我们需要学LOT的啊 一些这个前置的条件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掌握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啊在Github上我们可以找到 Tonite9的发布的这样的一个 Publish啊这样的一个页面 我们看到啊他在Runtime这个重点标识了Nective AOT和GIT 啊这就是说是他们这次Tonite9的重大发布 我先说这个中间这个就是这里头 在这个AOT的时候我们用刚才我们说这是开完的了啊 这已经开完了作为IR的扫描器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图复啊 大家可以后来点开我这个文件连接一下看一下 这项技术其实在去年啊 微软就已经开始去那个什么 再去研究了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是23年就开始研究了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说在Tonite9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刚才我说的编译的速度啊 以及刚才咱们演示的这个mini API啊 以及简单的我们可以看一会看到CS应用啊 也是有大幅的提升的啊 这就得益于我们的开源编辑期啊 所以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Nective AOT 就是我们在提前编辑的时候 也可以混合使用GIT 那这里头我就不读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Donite 这个咱们我是X86的机器嘛 那刚才我们提到在Dougal Fuel里头 我们可以编译其他的啊 CPU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啊 就是说这个NOT发布嘛 那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特性的 就是说那边是对本地县城的一个静态 这个静态的讨论啊 它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的静态的城南类 在这里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力来共享该城南 对吧 就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又能内联GIT联系 它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动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优化 它会尽可能的去阻止方法被内联 就刚才咱们那个它的限制 所以这也是在尝试啊 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实践去试一试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在这里头使用了我们的这个开箱变约器 作为它的IL4L器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减少讨论这些数据的指令 我们就可以通过变约器来通过啊 就是内联这些去调用了 第二个呢 这也是张对哈 在文章里说的 那除了这个性能上的提升 还有我们对CS架构软件的提升啊 首先啊 大家可能对这个 对吧 我说当时文宋啊 包括文8当时出的这样一个框架 我们知道这个IT之家对吧 这个这个软件是拿Rudafp做的 我每天都看 所以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仰 就是Negative AOT会对UWP做很多的提升啊 大家要知道 对吧 我们当时发布一个UWP动作几百兆 对吧 这个如果大家直接写过的 肯定会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老旧的旅行环境啊 大家知道可能我们当时就找比如文server 当时我们去装当代的时候对吧 还得找个特质版本啊 甚至还得先装luntime才能还得还得开启一些hosting的一些条件 对吧 model我们要开很多的这个IIS的变量 设置完成之后才能运行起来我们的downline的应用啊 就是downline的困难啊 那现在呢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改观的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一个demo啊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对吧 咱们刚才说到移动端 就是我们这个安卓 我们知道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原来是downline 对吧 现在我们可能是贸易啊 是吧 我们这块在未来啊 就是说在当代时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去做呢 因为我是这么理解 因为当代时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认识版本 它是做一些实验性质的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啊 就是说它的未来发展 包括我们的传统的WPF和文凤 像它也是要对这些这个这种架构啊 我们都会支持NICTLT啊 所以大家就可以敬请期待 对吧 好 那说这么多哈 你这个你说能跑温7哈 你怎么跑一跑是吧 那咱们跑一跑 我这里提前做了一个虚机啊 然后这虚机真的啥也没装啊 我可以验证一下 比如说大家知道啊 就比如我们敲那个 对吧 就是你没装那个当代的运行时啊 我们没装 没装ADK 对吧 没装 这就验证了 对吧 就是我们info 对吧 也可以看 没有 完全没有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头呢 呃 提前打包好了一些应用啊 啊 在minimum API 对吧 打包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压缩 这个大小 发布后的大小 那我们看到一个4S压构的应用啊 ERCE 那大家可以看啊 如果我们就是现在是当代酒啊 用当代酒 那AOT是31兆啊 那传统的 你看 就将近100兆了 那运行速度又怎样呢 来说啊 就是说 先从问题来啊 一会咱再回到咱们这个代码 首先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AOT啊 我们就直接上去 哎 啊 挺快啊 这个 这个 哎 真挺快 一眨眼啊 就比那个控制来好 挺快 对吧 当然这里也是得益于 啊 Luna 啊 UI 这样的一个咱们的框架 这也是我们开源的 其实就是今天咱们主持人董老师啊 他所在的社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哎 马上就打开了啊 然后这也验证一下 确实问题 啊 问题 NT6.1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传统发布的 就是这个90多兆这个 对吧 对吧 哎 哪 90多兆 这个 哎 我们双击 哎呦 这几秒了 你这 这远线能跑吗 是不是坏了 哎 跑起来了 是吧 就是这个确实啊 咱看这个等待时间 有一点 长 哎 咱们再提案一下这个GIT啊 咱们说他也做优化了 哎 好一点 是吧 这个为什么 对吧 咱刚才第一次咱说 就是一开始预言的时候 咱说GIT 它要在第一次要别译一下 对吧 所以哎 我们看哎 跑一下比稍微比那个AOT的 慢一点啊 慢一丢丢 AOT 哎 这说 是吧 就双击完了 麻烦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证明问题是法的 咱再看这个应用哈 应用怎么样 把这个打开 这个 这个都是开完的啊 咱们都都会把这个项目发布到这个咱们的repo里哈 就是咱们这次啊 talk的repo啊 我们是有建这个仓库的啊 我们看这个啊 鲁尼亚啊 这个UI 他我就用他的呃 就是能够把你去创建的 没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这个内容哈 首先验证一点 对吧 刚才很多人可能会说啊 你那写死的啊 你那分期怎么可能呢 对吧 哎 哎 你看 对吧 我用什么 就一二问的 OS 对吧 这些都是 这也是啊 donate 就是说直接去调用system的一些这个 就是我们的api就可以调用出来 然后这里头都是我直接debug一下啊 看好 这视频是1嘛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里头我们其实 阿巴尼亚哈 UI这个就是极大简化了咱们这个写法 大家可以看到MVM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看 然后这里就咱们看一下这个 哎 问11对吧 跟内行差不多一样 就是 其实调用下就是这个超过去的这一块 对吧 这 这就是 这个debug的情况 但是debug 大家注意它不是UT 对吧 就是咱们在看UT 那咱直接看发布这块 我做了一些尝试啊 有一位朋友哈 就是当代酒 对吧 咱有一个公众号啊 名字就叫当代酒 有位老师哈 他当时发了一个分享啊 我也是备受鼓舞啊 对吧 就是这位老师 大家一看那头像啊 特别熟 对吧 然后大家看 这是他发布的那些文章 我基本上就是按他这去做的 但是有个地方也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温期这头 大家可以看 这我们也会分享到咱们那个平台里的 这个大家就这样 我稍微稍微改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还没打开 对吧 这都是最新版的 对吧 阿伯伦东西亚 这个东方老师肯定知道 这这一肯定一看就是最新的 然后这一个 我一看 哎 这有了 然后这大家看 我们在这里头在做发布的时候 我们看 这里是我注视掉 对吧 就是刚才为了发布 那个不是AOT插布的 才会给那边改了一下 没有指定用Windows 一会儿大家为什么 其实刚才说不能跨平台 其实还是可以的 第二一个我们加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打包成单独的 单单宝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做采检 然后我们做一些输出 这一会儿可以来说说 这个是昨天有一位朋友 千天有一位朋友就说AOT 大家说这个怎么去看他 调理检材料的哪些内容的 大家想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项目 就是这个项目 用了这个外外 这怎么做 我外星被下毒 用这个努力 他有一些 我们的能配置的东西 他能实现XP 但是我没说空 所以我们欢迎其他的老师 或者我们的爱好者们 一起来去 一起来去更多的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好 刚才说那么多 在打包的时候咱看一下 因为都是片子 咱就看PVT 毕竟是VP 这里头咱们可以看更多 首先刚才我们说可以 对吧 装IVK或者我们不装 不装你想都不到100 就是传统啊 还不是AOT编译 对吧 如果用AOT刚才我们看了三十多东西 V64之外还有很多 包括MacOS的 包括Linux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Arm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Windows也有AI的本 就是Arm的 我们知道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都支持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回到片子了 这也能找到 我就不看这个打包文件了 就在这导航这 对 我们打开 大家一看 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拷贝到温7上的三国英论了 那我们在V11上再跑一遍好吧 咱看一下 先看这个 就是传统变异的 还行啊 就是V11这块 它有右话点还可以 跑下 然后AOT 先看这速度 刚才我还说了点废话 这个呢 AOT这马上就弹了 给你控制了iPhone GIT 稍微快一点 对吧 在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说运行的这个情况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代的9 以及未来当代的一个发展的目标 好 这就是第二个DM 对吧 3S架构上的AOT 那么这就是刚才我演示的 我就不赘述了 那这里头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安卓上的支持 那就是Mod上的 就这块咱们未来 当代时 或者是咱们对这移动端感性的朋友们 也可以直接 我们当代开软了 我们提这个Esos 提Commit 提P2 对吧 也共享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 当代9 其实它已经基本上都支持了 对吧 就是V11有一点小缺陷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 这个在现在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Perville的这个阶段 它的一个情况 那到真正发布当代9 又是怎么样 我们再去期待 大家欢迎大家去点这上面链接 这个是基本上是每月更新的 这个我也学了不少 大家有一个就是one more thing 这个不是学某谱 就是这里头也是说 我想汇报一下 我们在Lim.net和Avalonia UI 这个一个进展 就是说在Sintown的一个环境上 这是一头七零V10 不是很新的版本 2020年的 这个CPU大概是我们天津这边的飞腾 飞腾系列 然后大家知道为什么提到AOT 内存硬盘都老少 这机器还老贵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如何去开发 我们自己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 为什么我之前要讲DR 就GIT什么 这都是DR公开联系统 不是ISO文件 对吧 那证明这个是用Donight的开发 对吧 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用Donight开发 我们又用了Avalonia UI 然后出来了 因为这个软件现在没上市 但是我有一些问题 我什么也是盖的 但是这图标咱们知道 这是Avalonia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Avalonia和Donight 大家可以看这市价 2020年23年 对吧 那是可能Donight6钢头V 所以我们要知道 其实很长时间 我们已经可以用Donight 在新创环境上做CeA加构 不只是说BS 然后这里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去解析 D文件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重点分享一下 展示 帮我一些它的一些小情况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 对一些文件解析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反射 或者一些咱们的CX一些特性 如果使用AOT发布的话 大家知道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这里有实际上说 为什么叫未来 对吧 这个实际上说 这个还没用AOT 但是我相信 不论是现在Donight9的Pareal 还是未来Donight10 我们就有理由去用AOT的基础 来去解决我们一些特殊环境 或者我们一些 咱们的一些环境 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去开发 我们自己想象的功能 好 那现在我们下载Donight9吧 那我们今天这次 这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姚老师的分享 首先是就是刚才 这个沙漠镜头的狼 问了一个问题 说它在断网的情况下 AOT编译会非常的慢 这个是为什么呢 它说的有道理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 它是Docker的那个镜像 编镜像 还是说就是简单的编成DRR 但是我自己的尝试 我会发现 就是在做那个publish时候 如果咱们不把那个no 不减上那个no 那个restore的话 它还会做一些对吧 预编页 包括一些这个restore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突然想 我突然想想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之前没有想到 就是那个 Avolonia 它其实有一个telemetry 然后是可以关掉的 如果你没有把它关掉的话 它会 就触发这个telemetry 就是会有一个http的交互 可能这个也会影响它的时间 对 它是有一个环境变量 可以直接把它关掉的 可能这个如果在断网情况下 Native AOT编译阿volonia的话 可能要做这个事情 OK 接下来的问题是 Native AOT之后的DL里面 还包含我们的donet runtime吗 这是个好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 runtime 刚才咱说了 就是打包的时候会有两个方式 我在片子上的时候也写 就是我们是独立发布的 还是说依赖框架的 对吧 这个咱们之前说过 那这个里头我理解 就是说在独立框架的时候 独立的时候 就是不依赖框架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runtime的内容 毕竟咱们 因为有的是跨分开变异 或者说有的是 它需要一些这个 运行时存在的 因为咱们知道 第二个 因为刚才咱们分享是有一个 开源的GIP的编译器 那它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打包 就打到咱们的一个单独发布的包里 但是因为咱们做了这个 就是说用了裁剪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runtime里头 也会对于我们这个不需要的一些依赖 做一些裁剪 所以我们这个包也是最后的结果 也是非常爽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我也觉得就是很难描述一个nativeAOT的打出来的DLL里面到底还包不包含runtime 因为它都已经变成本季代码了 你也很难说这个本季代码究竟是不是runtime 所以这个问题 AOT真的性能比GIT好吗 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编译的一个手段一个技术 我考虑一下一方面这个downline的作为咱们现在已经开完的一个框架 或者说我们的开发语言 我们对于这块的优化 我相信是在不断地提升的 那AOT其实刚才大家也看 我们局限讲了很多 其实它也是一些特殊的场景 或者说我们就是说资源不是特别够的时候 才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去优化 另外因为有一些提前编译上的局限性 那肯定在这些方面它是弱于GIT的 所以考虑到这些因素 我个人觉得还是看咱们的需求 以及这个音乐咱们的开发的内容 它所覆盖的范围 我们也可以合作着用 如果作为minimal API的话 我可以用它的特效来去达到咱们的最佳效果 这个问题就非常刁钻了 他说老师可不可以分别举 为GIT和AOT举一个性能更好的典型例子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次发布 就Proview这个1的发布 它会说到一些静态的 Static的这种静态成员 我们可以通过共享线程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现在当代9的一个提升 就是我们对于Static的成员的值 我们知道 就是说对于某个线程上基本上有的成员的值 如果是为1的话 那么如果用AOT发布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为本地线程 对吧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线程在本地的不同的线程之间 是可以提高性能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静态的变量 底线电益 如果用GIT的话 那这个它可能是叫动态的电益 而且如果保证线程安全的话 这个它也有些问题 咱们要做一些限制 所以我觉得如果拿这个例子的话 也还是可以的 OK 然后还有些人对刚才Win7的demo有一些问题 就首先是我们这个Win7有没有打SP1的补丁 不是打了这个补丁才能运行ATVLT呢 因为我这个怪我 因为我找了一个镜像 他默认带了这个SP1 但实际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 包括那个当代也就 当代就是因为那位老师 就是沙头镜头包囊那个老师 他在做测试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不打SP1的 这个之前做过 他们做过这个验证 我记得如果不打SP1的话 就是一定要那个 就是你刚才在代码里展示的 那个TL什么什么的那个库 对吧 对 就加上那个NuGit了 对 就不能说就是完全用这个 咱们刚才9 Publish 有一些外 就是说Windows API 那个当代的 就是说还是会掉的 在最新当中 OK 朗哥说不需要打补丁 但是他那篇文章里面 是加了那个NuGit的 那就是加了那个 就不需要打补丁 这个跟我的想象中也一样 因为加了那个之后 连XP都是可以的 XP肯定没有问题 SP1补丁嘛 对吧 对 对 这个有道理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呀好呀 主要是今天确实大家在弹幕里面聊的非常多 有人问阿弗洛尼亚真的就是支持Native VOT的吗 这个确实是支持的 确实是支持 对 董老师在这儿 对 我们在那个群里咱们都聊过对吧 对 其实刚才我还忘说 就是咱们还 除了刚才咱说那个 VOT之外 咱们新创困境有对吧 包括阿弗洛尼亚 咱们现在也正在和这个 对吧 这可以透露一点 我觉得就是跟咱们现在国产系统对吧 还有鸿蒙对吧 也在做一些尝试对吧 咱们 是的 也都在做一些尝试 也欢迎大家加油我们 我觉得 嗯 然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 嗯 啊 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AOT和原生成 配合使用的场景多吗 其实非常多对不对 嗯 就是那个 对 比如说Json反训练化的问题 其实就是在 system.txt.json里面 可以用这个 呃 原代码生成器 生成它的generator update 叫什么来着 是吧 知道这个名字 对 对 这其实 嗯 这可以反应过来 反正是有很多的 这个原生成的程度 包括 Json 叫Json context sorry 叫Json context 就是呃 用原生成器 就可以生成这个 来实现 Json反训练化的 当然这个时候 它就已经不是反训练化了 就是 就是 Json的解析 啊 就是可以在 native OT的场景下生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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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续练化 反训练化了 用解析练化了 它就 直接可以用 嗯 嗯 那么今天就 非常感谢 姚老师 呃 带来的精彩分享 然后 native OT 确实也是 呃 从我的角度 作为一个 客户端开发的 社区的这个组织者 呃 在我们社区里面 确实是呼声非常强烈 呃 对于服务端来说 包括它的冷启动时间 等等 其实大家也都是有需求的 所以 native OT 确实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当代的开发者 都非常关注的 技术焦点 然后 也是 呃 期待 今年到net9 发布之后 在到netconf上 能够有更多的 更与这项技术的探讨 那么今天 我们的分享活动 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姚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好 谢谢董老师 好 谢谢先生 小伙伴们 哎 好 再见 再见